當天是因為所長接獲到衛免服務的案件 到場了以後也立即基於衛免服務的精神 立即打電話請脫掉車過來 在等待脫掉車過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位立信員警 本於警察的敏感度 就上前去查證他的生命 結果一查出來發現他是一個通緝犯 當他這個時候謝賢 他有聽到他被通緝了 這時候突然性情大發 立即從腰間掏出手槍 向我們員警來射舉示範 我們員警在閃躲之後 也立即跟他反擊了八發 剛剛也講過他在射擊的過程 槍戰的過程當中 不幸在右側的頭皮來受傷 被子彈插上受傷了 局長跟我立即趕到現場來慰問 也只是成立專欄小組來全力氣休 我們當天在早上清晨六點多的時候 在清查的時候有接候民眾通報 發現這個謝賢的蹤跡 那麼我們就循著他的地緣關係 跟著他的腳步足一來搜手 最後在一處公寮裡面發現了他的蹤跡 那麼我們利用優勢的警力 把他全部圍捕 圍捕了以後 用心戰喊的話 請他氣血投降 所以說在不發一槍一發的情況之下 順利逮捕了這個謝賢 感謝局長力臨指導 讓我們能夠在24小時裡面 就立即將這個謝賢 氣火勞案 那同仁索性也只是受到一個欺善而已 在這邊感謝媒體朋友的關心 謝謝小說明